欢迎来到最前线 我是王晓 封闭近两星期的红磡海底隧道 明早五点重开 收费亭也完成抢收 暂时不可以用信用卡付钱 其他收费方式就会遇上 所有经红水的日间巴士线 也恢复服务 陈慧恩报道 经历权堵塞 收费亭被火烧 每日平均有11万假次 使经红磡海底隧道 封闭近两星期后重开 收费亭也完成收复 除了信用卡付钱未得 自动收费用现金法特通都可以 警方早早会逐步开通所有连接路 不过对上的上运道行车天桥 就只是会开通来回各一条行车线 连接里大和红磡火车站的行人天桥 未来一段时间都会有绿色的围网 封住受损位置 桥的两边有高身黄色水马围住 红水全部巴士站重开 往日等巴士的人多度排上行人天桥 运输署说有水马加上康泰劲 和里大出入口未开得住 预料行人路会收窄 必要的时候会有人流管制 亦会加指示牌 之前多场冲突 翠雷烟笼罩收费广场 旁边就是隧道 市民等车要长时间逗留 消防署会在隧道两边出入口 各派两架消防车 和一架救护车住手 有线理事记者沉慧欣报道 新巴、城巴各条红水日间路线 包括早前要改行东碎或西碎的路线 明天的头班车起恢复原有服务 同校路线会由星期四头班车起恢复原有服务 而九巴过去路线会由头班车起恢复正常 早前改行东碎的路线会恢复用红水 而红水旁边的里大警察还未解封 安全小组在封锁线外戒备 校方在校园里面找到一个18岁以上的留守人士 正是游说他离开 曾永三报道 李大副校长为炳干阳立伟教职员 辅导员和红十字会急救人员一共50人 分了7队去搜索留守人士 搜索了大约6个小时 校方说在学生会大楼找到一个18岁以上的女人 她并不是李大学生 辅导员正是游说他离开 我叫了他几声他都没什么反应 可能我发现他还是有呼吸 同时是同事帮他量脉搏 做些基本的check up 就说他都ok正常 但是就是比较弱了 身体比较弱 还有情绪不稳定 虽然我们做一个比较彻底的搜查 但是你问我是不是真的他可以找到地方 所谓躲起来我找不到呢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高的 我们会不会把警察拖起来 校方说校园的卫生环境越来越差 好像帆堂这里 周围都有很多垃圾和正宋 一走进来就闻到很大股酸酥味 校方说彻底清洁是次要 首要是清理危险物品 例如汽油弹 警方组织的安全小组 包括社工、临床生理学家、警察谈判组 爆炸品处理货在附近后命 小组总警司黄志光下午在封锁线外面视察 警方说需要治疗的留守人士不会即时被捕 但会登记资料 无需治疗的留守人士会以既定程序依法处理 重新所有离开人士会获得公平对待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警方的安全小组在适当时间才会进入校园 希望最终不用出动 有线电视记者曾永三报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首次明确说 会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 运出社会动荡的深层次原因 强调会对视不对人 又承认市民对政府的不满 影响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的选情 但不少市民亦都以投票表达不满暴力 梁家义报道 特首林郑月娥形容 今次区议会选举 排除万难才搞得成 多得选举前几天 社会较为平静 加上多番人同赤 我真是在这里深切地期盼 这种的安宁和平静和安全 不是只是为了这场的区议会选举 是香港市民已经发声 不希望香港再联络去 今次的选举也都见到 有不少的选民都是说 希望能够透过投票展示 他们对于这个暴力的不满 希望香港尽快能够回复平静 今次选举被视为 对五大诉求的一次政治公投 林郑月娥重申 9月初已经正式撤回收例 至于多数民意都支持成立的 独立调查委员会 他就说会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 广考英国2011年苏联之后的做法 有落选的建制派 归咎政府累積民怨 林郑月娥承认有影响 今次的选举变成了一个反对政府 或者对政府表示不满的议题的选举 当然是对建制派的候选人 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高兴听到 这个是无损建制派的人士 在未来继续服务市民的初心 所以一如既往 我们和所有有志服务市民的团体和人士 都会充成合作 他又说没有接到中央指示 要求他为选举问责 有线电视记者梁家义报道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暂时撤回 中大和港大医疗教学设施建议撥款 局方向立法会财委会提交文件 说得适有议员对两个项目表示关注 包括中大在大埔 兴建一座教学科研综合大楼 以及港大在医学院校区 发展和设施提升的项目 为了给食卫局有更多时间向议员解说 决定暂时撤回2,500多万的撥款建议 更剩下应该是2亿5千多万的撥款建议 会争取尽快在今天的立法年度之内 重新提交财委会 朕大校长前大康宣布 明年任期戒满之后退休 他说与政治环境无关 马晴请报道 4年前离开港大去浸大做校长的前大康 宣布明年5年任期完结就会退休 他说此时此刻香港的大学正是受到社会风波冲击 现在宣布退休或者会引起不必要的揣测 但退休的决定和近期政治环境无关 他更加曾经因为社会动荡不安 考虑延期退休但家人反对 他说退休原因很简单 因为岁月不饶人 他已经68岁应该退回让言 看反修例风波 针大先后有几个学生被捕 前大康的回应都备受争议 学生会会长方重演 因为藏有雷射不被捕 学生不满他没有谴责警暴 新闻系学生记者苏敬华采访时被捕 学生就不满他不现身回应 一度包围校长失并破坏 他在信中说到 在多元社会各人持不同意见是平常不过 令他最感动的是同学同事同校友 面对分歧时展现无比包容和担心 令浸大人感到自豪 校董会冲心感谢他的贡献 说已经为新任校长人选展开全球招聘 有先电视记者 晴晴报道 阿尔班尼亚发生6.4级浅层地震 至少16人死亡600人受伤 官员说这些当地几十年来最强烈地震 林永恒报道 有男童半身被困瓦厉 不断大叫求救 受惊痛哭 大人在旁安府同时慢慢将瓦厉移走 男童最终被救出送院自离 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近4点 不少人在睡梦中未能及时逃生 一名50岁男子受惊 尝试由单位跳下来 但不肯跌死 在重灾区之一 更按第二大城市杜莱斯 救援人员通宵在瓦历堆中 搜索被困的人 又出动挖挖机翻开赤士 找到一名受伤男子 除即用担架将他抬走送院 他们也发现多具遗体 多着房屋倒塌和损位 有书电站受损 部分地区停电 阵阳围于首都迪拉纳西北30公里 增原深度20公里 整个亚尔巴尼亚海岸 以至是鄰近国家科索旭等都有阵感 之后有多次五级以上强烈如阵 当局预料会再有多次如阵 呼员民众留在室外空旷的地方 军方协助搭建帐篷被灾民暂时踢身 当地官员应用 这次是当地几十年来最强地震 总理拉玛向国际社会求援 霍索旭、希腊和土耳其等 已经派出救援对五度当地 欧盟和美国也会提供协助 有先电视记者龙永恒报道 2016年旺国骚乱占王女村长 两项暴动罪成判监46个月 老夫子游票下个月发售 回来最前 2016年旺国骚乱占王女村长不为分 两项暴动罪成判监3年10个月 法官说每个人都有权争取民主公义 但手法不能凌鸡他人安居乐业的权利 邓一文报道 24岁的不为分被指 在2016年年初二晚 在旺国参与骚乱 曾协助示威者挖砖 和向火堆投摘物件 早前被裁定两项暴动罪成 辩方求情的时候 引述心理和精神科专家报告 说被告知力由于高小学生 虽然可以判断对错 但是能力有限 建议法庭判敢发令 又说法官判处精神上 无行为能力的罪犯阻吓性刑罚 不但无助教化社会 反而会惹离市民同情 法官批评被告挖砖等的行为 直接帮助和鼓励其他示威者 作出非法行为 说每个人都有权争取民主公义 但是手法不可以凌鸡其他人 安居落叶的权利 法官又说被告自2014年起参与民主运动 自此觉得广受其他人注目 不排除他犯法争取民主 是为了博取认同 情况值得同情 但都不是减免刑责的借口 考虑到他的确受个人和社会因素影响 着情减刑 判两项控罪同期执行 监禁三年十个月 警方欢迎裁决 重新判词提到被告虽然没有扔砖或集警 但是只要他和其他人有共同目的 联合作出扰乱公安的行为 意图破坏社会安宁 刑责并没有分别 有线电视记者邓日文报道 女法局明年将会以一年四日的 新春嘉年华取代年初一花车巡游 农历年花车巡游过去二十多年 是女法局举行的春节活动之一 但是明年会以其他节目取代 女法局说主要考虑花车巡游 只是一个晚上历时三活中的节目 正旧诗改为一个持续几日的过节活动 在年初一开始 举行一年四日的新春嘉年华 会有国际队伍表演 加入美食 大型装饰摆设等元素 至于今年随着烟火会演 女法局仍然计划举行 但会顾及社会局势 会以公众安全为首要考虑 两个月前采访示威期间 右眼中枪永久失明的印尼女记者已经出院 她说会继续留在香港做记者 她曾经要求警方披露涉事警员身份 等着接近两个月还没有回复 都明慧报道 就是两个月前的这下枪声 记者菲比怀疑被警员发射的上胶子弹击中 从此右眼失明 她是香港印尼媒体Suala的副主编 当日在湾仔采访示威 她两星期前出院 这一天再来到湾仔 但离远望到当日事发的天桥 身就会震 我现在采访思访他们 我感觉着急 它帮到记者 我仍然在实际上 我仍然在直播 然后我听到一个军事 叫 你不准砍 我们全部军事 你看到军事 边上补 有变好 我们 做了13年記者 Phoebe曾經在印尼採訪過示威衝突 她說當日自己有著記者背心、頭盔 沒想過警員會向她開槍 但沒有後悔走上前線 仍然想留在香港做記者 她感激各界的關心 過去五個月的示威衝突中 又不少人受傷 Phoebe覺得很痛心 她曾經要求警方披露警員資料 但等了接近兩個月 仍然未有回復 所以未能提出民事起訴 她過半月前已經申請法援 希望透過法律途徑繼續爭取 她又說想由她的例子 鼓勵其他受傷的人站出來投訴 有CDC記者